大家好 今天出来一条有意思的新闻 就是有媒体发现 已经公布的 19大党代表名单里面居然没有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19大党代表里面是有一个叫周强的名字 不过不是这个最高法院院长 而是上海市发改委秘书长周强 他是在今年5月份上海市第11次党代会上当选为这个 参加19大的党代表的 而这位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四卿周大人 看来真的是与19大无援了 如果不算上台湾香港和澳门 那么中国大陆有22个省5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 一共是31个省级行政区 在7月中旬这31个行政区的党代表 选拔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名单都已经出来了 中央直属机关的党代表选举也完成了 周强如果这会儿都没有挤进去 那恐怕真的就是落选了 这就有意思了啊 作为第17届第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周大人 居然连19大的一个党代表资格都没有混上 你说这叫什么世道啊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世道 有意思之处还在于 第一他没有被解职 还欢蹦乱跳的 第二更加没有被双规 连传闻双规都没有 所以他的处境和 房峰辉和张扬是不一样的 而且就在几天之前9月4号 他还和孟建柱一起出席了一个电影的首映礼 在目前 中共的省部级干部里面呢 没混上19大代表资格的 确实也不止他一个 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两个 香港明报是说 另外两个 落选19大党代表的省部级干部 一个是刚刚被免去了中国科习党组书记职务的上勇 另一个是即将卸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秦一志 但是这两位呢 他本来就是处于权力结构的 外围地位 他就属于打酱油的角色 他们和一府两院这个权力架构里的两院之一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地位 当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所以说这应该算是历次党代会里面 一个相当乌龙的事件了吧 那今天简单说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猜测 今天呢是一小一大两个脑洞 也就是两个比较大胆主观的猜测 一个幅度大一点 一个幅度小一些 咱们先说幅度小的 我的猜测周强很可能正在接受调查 党代表资格都没有混上 那就意味着他不可能进入第19届中央委员会 成为委员或者候补委员了吗 周强是1960年出生的 今年才57岁 他又没有退休这一说 那大家想一想 他换届之后 他必定要从现在的职务上下来 他又不是退休 那会有什么去向呢 大概有这么几个可选项 第一降职 继续留用 第二免职 第三就是双规 郎当入狱 那大家觉得这三个选项里面 周大人进入哪一个选项的几率比较高呢 咱们先说降职 今天我查了一下啊 5月份的时候官方媒体总结了一份名单 就是中共18大以来 一共有22个 副省部级以上的干部 在反腐运动中被降级处罚 但是你看这几年 一共被查处的省部级干部有多少呢 副省部级以上的 一共有230多人 就是说能够被降级处置 算是从轻发落 在这230多人里面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大理四清周大人 有没有这么幸运落入这十分之一呢 那我检索了一下啊 这22个被降级处罚的幸运儿 那说他们是幸运儿因为他们没有进监狱 也没有被全部超莫家产 这就算幸运了 四川有句俗话叫做亏钱打颠倒 少赔算是赚嘛 所以他们就算是比较幸运 那这22个人当中呢 是以地方干部为主 级别最高的是四川省省长魏宏 他们大多数 并不是一把手 你看他们的职务 多数是什么 副省长 副市长 政协副主席 省委常委 等等 就是说 犯了事 他们那个角色啊 多半不是主谋 属于邪从 在多数情况下不承担主要责任 所以符合 从轻发落的条件 而周强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 他是最高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周强卸任后 第一他不能平调 因为他连下一届的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混上 他又不是像蔡奇那样是习总的亲信 可以为他破例 他当然就没有平调的去处 第二他不能退休移民年龄不到 刚才说了 第三降级续用的可能性又很小 没问题干嘛要降级呢 如果有问题 你又位高权重 按照过去 处理那些有问题官员的经验 对于位高权重的人 又不太可能仅仅是降级处罚 这么简单 所以关于周大人的去向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 是落在另外两个选项里面 要不然是不明不白的开缺回家 给你保留个待遇 其实也算软着陆了 近人大政协打个酱油 也算是软着陆 但这就算是非常好的去处了 要不然 就是双规 锒铛入狱 关于周强未来的去向 我大体上就做这么个猜测 这算今天比较小的一个脑洞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大理四卿周大人会这么奇葩的 作为在任的最高法院院长 被从19大党代表名单里面给录掉了 中共官场有一条规律 就是一般情况下 它是排斥特例的 排斥反常的 所谓稳定压倒一切 当然也包括官场 这个官僚体制的运行 官员的晋升调动考核 参加活动的规格 各种待遇 乃至你的头衔称位 针对不同的场合 都得循规蹈矩 他觉得最好一百年不变 这样他的体制才平稳嘛 所谓事出反常 必有因有 你说 它会像机器随机产生故障那样 发生一些意外 我一般情况下 还不太赞成 那下面呢 我们就开启一个 脑洞比较大的 主观推测 周强的情况 我认为也是比较临时 做出的决定 就是说他的名字 本来是应该 塞进某个地方 党代表的名单里面 可是到了接近完成 甚至是已经完成 要拿出来的时候 被划掉了 至于为什么 撸掉了他的党代表资格的 同时却不罢免他 不免职也不双规 这确实是比较令人费解 也许以后我们会看到 针对他的 后续动作吧 也许现在仅仅是因为材料证据准备还不充分 不到双规免职的时候 先把他的 19大党代表资格撸掉再说 先确保19大上少一个不安全的因素 后面的事情等开完19大再说 在这一段时间的评论里面呢 其实我们接连谈到了 连续几个反常的动作 孙政才在7月份被火速逮捕 中纪委说立案调查 到现在没有进一步的交代 8月下旬 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和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也是被突然免职 也是从19大党代表 名单上被拿掉了 消失了 也暂时没有交代下落 但是 海外媒体爆料嘛 他们很可能已经被调查了 再然后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也从19大党代表名单上消失 但是呢目前他还欢蹦乱跳的 待在那个最高法院院长的位置上 这几件事情啊 都不像是周密计划从容部署的行动 因为他都和 惯常的这种官僚运行体制这种处理方式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反而像是在紧急情况下 所做的 消毒处理 事出反常又如此密集 我的一个猜测就是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后 恐怕是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我们看周强这个人 他的经历和孙政才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他都是肩跨不同的政治派别 孙政才 他的仕途的根底是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打下的 那个时候他的老上级是贾庆林和刘奇 这两位算是江泽民一派 孙政才仕途的转折点是发生在温家宝任内吗 温家宝把他提升为农业部部长 而周强呢 他从政的根底是早年在司法部打下的 他担任过司法部部长的办公室主任 做过当时司法部长肖阳的秘书 所以他其实算政法系统的老人 他的转折点是后来进入了团中央工作 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后来接替了高升的李克强 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又成了资深的共青团派 2006年他在从共青团出来放外任 到湖南省任职 那我们再看房峰辉 他的背景好像也是肩跨几派的 早年房峰辉在兰州军区担任21集团军的副军长和军长 和郭伯雄又是同乡 所以你从这个成长轨迹看 他似乎应该是郭伯雄经营多年的那个西北军派系 当然郭伯雄算是铁杆的江派 可是房峰辉又在17大18大之前获得着升 在关键时刻担任 北京军区司令员 以及后来进入中央军委担任总参谋长 海外媒体过去几年的主流声音 都是认为房峰辉是被胡锦涛所看中 被胡锦涛所着意提拔 我想这个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在这几个出现了反常现象的人物身上 我们看到了相似的派系背景 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当然你也可以说不止他们几个 有一大票人都是有这样派系背景的转换呢 因为江泽民和胡锦涛 就是前后相接的两个历史阶段嘛 肯定有一大票人 他当官前十年是受江泽民提拔 后十年受胡锦涛提拔 这个说法是对的 不过也不全面 因为官场中更加稳定的一个规律 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 就是不是我知根知底的人 我不用 所以 同样也有一大批高官是 郑根的江派 你像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杨雄这一票人 还有一批呢 是郑根的共青团派 像胡春华 李源潮这些人 而最近发生异常的这几个人 他们在仕途的上升过程中 都经历了从 一江到 投胡的 来回切换 这个迹象还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总之 亮出我今天最后的底牌 这个脑洞 就是在十九大上 江泽民的势力 从政治局里面出局 是一个男党的趋势 他现在安进去的那些人 确实年龄也到了嘛 而江自己的嫡系人马 在这几年反腐运动的过程中 被打残了 像政法 军队 地方政府 那几大体系 江派自己栽培出来的人 被抓的抓 免的免 他也推不出来 下一拨人来竞争 未来的人事布局了 那请问如果 你是江派 你会怎么做呢 那当然就是与别的被打压的势力 相联合 大伙合起来 再搏一把嘛 那有共青团背景的人 自然也就成了江泽民一派 要统战的对象 说到这儿呢 得解释一下 其实所谓的共青团派 它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政治派系 因为他的代表人物之间缺少共同的政治主张 你像同样处理乌坎事件 汪洋和胡春华两个人就大相径庭 他们俩都是共青团出身的 同时呢 所谓的共青团派主要人物之间 也缺少非常 紧密的利益纽带联系 甚至他这个派别 连个舵主总嫖把子的角色 都不明显 胡锦涛是作为所谓 团派共主 来称呼的 但其实 他作为一个派系首领的 领袖色彩 是很淡薄的 远不如江泽民带头大哥的地位 那样强势 所谓共青团派的人物 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联系 就是他们 都曾经在共青团里面 担任过职务 可是你要知道他们在共青团里混的时候 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还是不同的人 所以不像是江泽民从上海领出来一帮人 然后后来他又当总书记 他这一派系的人 核心骨干 都是他自己提拔出来的 他不像这条线看得那么明确 因此所谓江派与共青团派的联合 我的意思并不是什么两派势力整体的整合 共青团派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称呼 那江泽民这一系势力所能做的 他只能是在有团派背景的人物里面 去挑和自己背景相接近有交集的 有共同语言的 有利益连结能说得上话的 以及有野心和对自己目前处境不满的人 而孙政才 房峰辉 周强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在北戴河会议前后 有可能发生了一些串联和阴谋 这就是我今天的脑洞 其实也是从破碎不全的拼图里面 找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但是这个拼图由于缺少了很多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刚才对这个轮廓的描述 很可能最后是错误的 所以今天是孤望言之 大家孤望听之 当然周强最近有另一些很奇葩的表现 也有可能是造成他落选党代表的原因 比如说他今年年初 他说最高法院要向司法独立亮剑 做这些很夸张的表态 有不少人认为这就是高级黑 他就是用夸张表演的方式 和习近平唱对台戏 去嘲弄习近平的那个所谓依法治国的主张 但是在我分析的框架里 我觉得这些属于支线剧情 今天时间有限就不细说了 也许过两天 周强又冒出来了 又塞进哪个地方党代表的名单里了 说当初确实是乌龙了 搞错了把他漏掉了 当然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出现的话 那就是另一套乌龙剧本了 那只能说明更反常 在几天之内又发生了更加激烈的反转 到时候我们再来修正今天的两个脑洞吧 这几天是讲硬性政治内容比较多 明天咱们看看能不能再讲点历史故事 讲讲我的读书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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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